北韓航天部門的官員 星期日作出罕見的舉動 允許外國記者參觀一枚火箭 北韓不顧美國和南韓的反對 只準備在本星期發射這枚火箭 參觀火箭活動進行的時候 美國之音獲取的南韓情報照片顯示 北韓看上去準備進行第三次的核試驗 記者說 在北韓西海岸的平安北道東倉里航天基地 這一枚銀河3號三級火箭 已經構設在發射台上 北韓方面還向記者展示一個指揮中心 平安堅持說 將會在4月12日和16日之間的發射這一枚火箭 只是向太空送入一枚氣象衛星 但美國和南韓都認為 這次發射是為了進行彈道導彈試驗